視頻中文 採訪 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跟同學們討論 那市場與國家 那到底國家介入還是市場開放 今天要跟同學們討論的是台灣跟對岸 兩岸的ECFA 那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那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想ECFA大家都很熟悉 對不對 那大家也都知道 這從過去到現在 那都還有非常多的爭議 那ECFA在2010年簽訂了 但是還有很多的協議還沒簽 或者已經簽了 那有的也還沒有經過我們的國會 就是立法院通過 那所以這是走到一半的路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 那它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呢? 那事實上 那當我們談論到ECFA的時候 那同學們可能會來說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爭議 我們到底要簽呢?不要簽呢? 那或者簽了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 那它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來跟同學們來討論一下 那所以今天不是要給各位一個答案 那而是要想給大家一個分析的架構 那這個架構是全球化的架構 好 那因為我們談到ECFA 我認為它不是只是兩岸的經濟合作的問題 好 那我們必須從一個比較寬廣的架構 來加以分析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架構 那ECFA 同學們知道 這是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好 這只是個架構協議 好 那所以它必須透過兩岸的談判 來看說我們到底開放什麼 怎麼開放 好 那這個全球化的架構 我們談過 這是指近30年來的全球化 那我們再看一下它有什麼特色呢 而且開放市場的低落效果是什麼 我們之前談過英國、紐西蘭、墨西哥的例子 我們來看看台灣 那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下的開放市場 對台灣的社會文化 到底產生什麼樣子的一個影響呢? 而且非常重要的 台灣要怎麼樣互衛自己的社會文化 而不是只是任由他這樣子開放市場而已 好 那我認為ECFA它是全球化開放市場的一個部分 那各國的經貿自由化跟開放市場 是一條不歸路 你不能說我開放了 我再把門關起來 那我不再讓它進口 或者減少進口等等的 那它常常是一條不歸路 你開放了就是開放了 那因為這裡面很多的既得利益 那台灣在2002年加入WTO之後呢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開放市場的事 那但是兩岸開放市場 它是比較特殊的 因為這裡面有包括國家安全的考量 而且中國大陸的幅員廣大 人口眾多 相對而言台灣真的是小太多了 好 那隨著任何陸資進入台灣 如果進行這種投機炒作 或者大量的農工產品來進入台灣來競爭 都對台灣的經濟社會 有很多不良的一個影響的 好 那而且ECFA它牽涉這種經貿自由化跟開放 但這種市場開放 我剛剛談過 它是不斷協商談判的過程 要看那兩岸要怎麼樣來協商談判 來開放什麼 那兩岸來互相開放我們的貨品市場 像農工業的產品 還有我們的投資市場 還有服務業的投資 譬如銀行或者旅行業等等的 還有勞動市場 ECFA對台灣的影響是全面性的 包括台灣的產業、台灣的社會文化 都有很大的一個影響的 那ECFA它不像FTA 我們說FTA是Free Trade Agreement 那通常FTA是一步到位 就是只要一千 它是好 我就是開放 以前都開放100% 現在開放很多 譬如有些國家會來協商 開放99%或98% 所有的貨品 那都是零關稅的狀況 那當然像FTA通常是來開放 做貨品的一個開放 那或資本市場開放 但是在勞動市場的部分 那通常會有所謂的過渡條款 那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當年2004年 那歐盟動貨從25國 從15國到25國 然後這些動貨就是 主要是東歐國家 那當時的貨品是零關稅 但是勞動市場不是馬上全部的開放 那這25國之間呢 那當時有一個7年的過渡條款 只有兩個國家 對其他的24個國家是開放的 那當時北歐的芬蘭跟南歐的西班牙 所以你看到西班牙 有很多來自於世界各國的勞工 那因為西班牙 那在2004年的時候 就對其他的24個國家來開放勞動市場 但是其他國家 這7年條款到現在已經過了 所以現在整個歐盟 現在歐盟有多少國家呢? 20比25多 26、27、28 28個國家 那但是現在誰想 誰要退出 英國 對 好 那英國可能會經過談判的過程 可能超兩年左右他會來退出歐盟 好 那所以現在歐盟28個國家 或者排除英國27個國家 好 那他們之間的勞動力是什麼? 完全自由開放的 你要到別的國家去找工作都可以的 好 那你就可以到整個歐盟內來做 來找你的工作 這勞動市場是完全開放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30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我們談過 好 那國家怎麼樣來做自由開放的政策呢? 好 國家解除管制 是經濟自由化 那而且這是從雷根 美國前雷根總統 英國前首相柴西爾夫人 他們所提倡的一個經濟自由化 跟全球化的政策 那他們來要求世界各國開放市場 而且在1995年世界各國 在WTO的一個架構之下 都來推展所謂的自由貿易 FREE MARKET 好 然後跟市場的開放 那到底這個FREE MARKET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後面會再跟同學們談到 這所謂的自由市場 但是自由的市場是不是對每個國家 對每個人 都是一個所謂的公平市場 一個Fail Trade 好 很多同學搖頭了 好 我們再來跟同學們討論 好 那台灣呢 我們來看看從1980年代中期 也透過中美經貿智商談判 是指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跟美國的一個 中美經貿智商談判 來做很多市場的開發 你們現在看到的開放的市場 包括蘋果、火雞肉、內臟雜碎、 菸酒等等的 然後還有金融保險公司、內陸運輸 很多租車公司、保險公司 或者外商銀行的分行 還有速食店 譬如麥當勞 也是那個時候 1980年代中期才進入台灣的 你會說打從我好 張開眼睛 我就是看到了 我就是在麥當勞 那就看到麥當勞 你們很習慣那種麥當勞文化 對不對 就是小時候你們的生日可能是什麼 必須要當麥當勞 然後戴個尖尖的帽子 然後跟你的很多小朋友 共度所謂的生日 好 那這是我們的速食店 還有Kentucky Fried Chicken 好 那都是在1980年代中期 才進入台灣的 好 那這真的是將近這30年來的事情 那還有當時呢 也開放美國律師到台灣的職業 但是必須是以事務所合夥人 或者是助理的身分 你不能獨立單獨自己開業 那來談到ECFA 台灣從2010年6月來簽署了ECFA 那早收清單 包括這種貨品跟服務的貿易 所以現在非常多的爭議 像服務貿易 這服務貿易 我們來看看它是什麼呢 開放了什麼 那當時貨品貿易已經分三個階段來開放 而且是降稅 那從2011、2012、2013 那現在都已經降低了關稅 那但是ECFA有非常多項的協議 那這裡面協議像貨貿、服貿 還有投資保障、爭端協議 還有很多的經濟合作 在包括產業、電子商務等等的 各方面的這種經濟合作 兩岸的經濟合作 然後2012、08已經簽署了投資保障協議 還有海關合作的協議 那也都已經生效 那2013、6月完成了服貿的協議 但是還沒有在我們的立法院通過 所以並還沒有實施 而且這也是目前爭議非常大的 也有很多人民的抗爭 好 我們來看看當時 那這個早收清單 尤其大陸對台灣開放 那大陸對台灣開放什麼呢? 包括我們的農產品 可以外銷到大陸 還有譬如這些柳橙石斑魚、茶葉 還有這些各種的水果、蔬菜等等的 然後我們的工業產品 主要我們的機械、石化、紡織 還有就是服務業 那台灣的獨資銀行或者分行 也可以在大陸經營台灣企業 給你這些台灣到大陸去投資的企業 人民幣的業務 然後還有台灣政企交易所 也列入大陸境內的合格的 境內投資金融衍生金融商品的一個名單 那台灣的證券的從業人員 也可以在大陸的職業 好 那當時台灣的華南銀行等三家銀行 已經獲准來開辦這些台資企業的 人民幣的業務 那但是台灣的銀行登陸的限制非常多 因為你要到一省一省各自去申請 而不是我通過大陸的這種申請 我就可以直接到大陸的每個省 不是 你要一省一省去 可是大陸到台灣呢? 很簡單 一次申請就可以在整個台灣 好 那台灣對大陸開放什麼? 我想這也是大家很關心的 對不對 那台灣開放大陸的農產品 也是魚、蘭花、金針菇等等的茶葉 都可以到台灣來 然後工具產品 石化、機械、紡織、運輸工具等等的 那我們對大陸開放這些農工產品 事實上它會衝擊到台灣數十年來的農業 跟我們的產業的發展的 那還有服務業 這是我想爭議蠻多的 那中國的銀行 還有很多的這些金融我們開放 還有會議展覽 還有設計、視聽、娛樂、休閒等等 空運服務 這些行業都可以到台灣來 而且它事實上會夾帶大陸的白領 跟專輯人才來台灣的 因為它一定會帶來他們的專業 或者這些勾結的人員 那大陸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 都在台北已經設立分行 我們來看看已經簽訂的服務貿易協議 台灣當年在2013之前 我們剛剛提到已經有開放27項 但是2013簽的服貿更是又增加、擴大 有37項 那這37項的內容包括電信服務 電信服務 然後營造、營造業 那營造的服務 還有配銷、這些產銷 然後環境服務、健康、社會服務 那還有觀光旅遊、娛樂、文化、運動服務 運輸服務、金融服務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服貿的要開放的內容 那我們來看看那這些 主要是服務業的哪些產業 一個是證券業 然後還有銀行業 還有保險業 那這些都可以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 那還有觀光旅遊 也可以設立旅行社 那還有醫院 那他是可以用核資的方式 以財團法人的形式 然後在台灣設立醫院 然後還有技術檢測 譬如你們這些機車的檢測等等的 也可以是由大陸的產業、大陸的企業 來進入台灣 好 我們來看看說 他到底對台灣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影響 剛剛我們看到 我們要開放那麼多項目 那首先我們來看看說 這是我們國內外的政治經濟選擇 那台灣為什麼要簽Fa 還有跟其他國家簽FTA 自由貿易協定呢? 那如果從雙邊主義的觀點來看的話 每個國家都在簽FTA 那希望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創造就業 那有人主張說 那台灣不簽 豈不是成為孤島嗎? 大家都在簽 那或是從區域主義的觀點來看 東協、東南亞國協 那不論加1、加2、加3 加1是加中國大陸、加2、加日 加日本、加3、加韓國 然後但是台灣都不在裡面 而且台灣簽了ECFA之後 事實上紐西蘭、東協、歐盟 當時也都想跟台灣簽FTA 那有助於各國的政治、外交跟經貿 那紐西蘭已經在去年跟台灣簽FTA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市面上 有非常多來自於紐西蘭的東西 不只他的奇異國、他的乳酪製品 那還甚至他的胡蘿蔔 你都吃得到 這是在去年2015年 我們已經跟紐西蘭簽FTA 好 那我們簽了ECFA之後 也促使很多外商來台灣投資或者振資 譬如當時想進大陸市場 不得其門而入的外商 譬如日本的樂天集團 這是日本樂天集團 不是美國 不是韓國樂天集團 最近韓國樂天集團很大的醜聞 然後所以因為ECFA 他會優惠台灣在大陸的電子商務 所以這樂天集團 他就先來台灣投資 然後再進入大陸 那還有其他的外商 譬如說日商、工具機 還有港商這些物流 那他也都先到台灣來 然後再進入中國大陸 因為透過ECFA 有比較低的關稅 或者各種優惠 好 那但是我們要問 簽ECFA、簽FTA是各國的 那最好的選擇嗎? 是萬靈單嗎? 然後你就可以解決你的經濟不振 可以解決你的高失業率嗎? 這是我們要跟大家來討論的 然後世界各國都不斷的 與其他國家來簽FTA 然後這是每個國家 唯一必然之路嗎? 一定要走的路嗎? 那我們來看看 然後我認為說台灣要選擇的路 選擇自己的路 不必然像韓國一樣 不斷選擇跟各國來簽FTA 那你知道韓國他從1997亞洲金融危機之後 他受創很大 而且1997亞洲金融危機之後 那韓國就是因為跟IMF貸款 所以必須來開放他的市場 那開放他的各種市場 尤其像資本市場 那開放外資來進入韓國投資 那本來韓國規定企業的外資比例只能25% 但是在1997接受IMF的貸款之後 在IMF的要求之下 他必須開放外資進入 所以可以現在可以超過50% 超過50%這代表是什麼? 這個企業已經是外資企業 如果股權超過一半是外資的話 所以現在在韓國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外資銀行、外資企業 那當時的韓國 本地的企業跟勞工備受取辱 政府被罵為是賣國賊 因為你就是必須開放市場 讓這些外資來進入韓國 那韓國目前已經與其他25個國家來簽FTA 那其中有8個國家的FTA已經生效 包括歐盟跟美國 韓國還跟加拿大簽了FTA 那會是貿易什麼 或者韓國會外銷什麼東西 然後加拿大外銷什麼東西 那尤其到對方的國家呢 韓國外銷它的電子產品 然後像冰箱、洗衣機 然後還有這些汽車領主介給加拿大 然後加拿大外銷什麼 農產品 那尤其主要它的牛肉、豬肉 好 你看到這真的風水都扭轉 好 三四年前 三四十年前 那是先進國家外銷工業的製品 到第三世界來 然後可是現在是這些第三世界的崛起 韓國我們說這是什麼MIX 那亞洲新興的工業國 那現在外銷工業產品到現金國家 好 好 這是我們來看說 韓國跟其他國家來簽訂這麼多的 自由貿易協定 好 然後所以各國是在全球經濟 這樣子一個大架構之下 來簽訂FTA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萬名單 因為你如果簽了FTA 它會讓各國的經濟、社會 更容易受到全球景氣的變動的影響 甚至威脅到你政權的安定的 好 那譬如臺灣的例子 臺灣有七成的產品是出口 然後我們經濟有七成是出口 然後四成又集中到中國大陸 所以這表示我們幾乎有 快接近三成的我們的經濟是什麼 出口到大陸 依靠大陸的市場的 然後最近大陸經濟亂著陸 好 亂著陸就是經濟的衰退 然後經濟社會受到很大的 臺灣經濟社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然後是亞洲四小龍影響最深的 好 然後當時在臺灣 那2010、01的時候 那我們有一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 就是當時所謂的經合會 是兩岸的經合會的成立 那當時是為了處理ECFA的相關的事務的 一個磋商的平台跟聯繫的機制 但是不是我們的決策機構 好 那兩岸都有各自的代表 然後我們的代表14名 主要是經濟部 還有陸委會、經管會、當時的經建會 還有集會、財政部等等的官員 好 但是ECFA在目前受到很大的質疑是說 他是一個黑箱作業 因為他的這樣子的一個政治經濟的決策的過程 是不公開 好 那什麼意思呢? 譬如簽訂這樣子的一個兩岸的協議的話 那通常很多國家會陷在國會的討論 那或者是說 那國會就像我們的立法院必須來開公聽會 然後來讓各行各業的人來這裡面來討論 那當時不論在我們的行政部門 在我們的立法部門 都沒有來舉辦這種公開的公聽會 然後沒有讓立法過程的一個透明化 那當時我查了很多的資料 看到當時只有經濟部來向立法院院長 只有院長也不是在院會報告 也不是在立法院 那只是找院長來談論這樣子的一個 協商的一個情形 然後並沒有向立法院的全體委員來公開 來報告備詢 那當時只向個別的委員會 然後應這些個別委員會的要求 而來做一個報告而已 然後而且我們也看到說 行政部門也沒有完全向立法院來負責 來做報告備詢 所以你看到包括我們的行政部門 包括我們的立法部門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決策過程 並不公開 那只限於某些人來知道 確實的內容是什麼 他並沒有來自於各行各業 來自於所有人民各種團體 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說政府到底要怎麼簽 簽什麼 然後影響是什麼 這應該都是要事前來討論的 好 而且行政部門沒有像 剛剛說行政部門沒有向立法院來負責 那立法院也沒有散僅國會監督的責任 那立法院你應該也要來提出說 那行政院怎麼樣到立法院跟全體委員的報告 或者在包括共同在立法院裡面開公平會 然後讓所有各種團體的一個參與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兩岸的經濟合作的低落效果 那是不是像我們之前討論過的 英國、紐西蘭、墨西哥等等的 那非常多的國家 當他開放市場之後 事實上我們看到這個開放市場的果實 或者是這個好處 並不是魚露均沾 並不是每個人受惠的 那我們看到說 當時透過兩岸的經濟合作 那政府告訴我們說 可以有促進兩岸的經濟的成長 也可以來創造就業 但是我們來看說 事實上他具有很多資源分配不均的 一個的低落效果 那我們來看看 來問說政府到底為誰而做的 兩岸的經濟合作跟開放市場 好 他是為了本土企業嗎? 為了跨國企業嗎? 為了大陸的企業嗎? 或者為了政府的本身的利益嗎? 或者為了兩岸的消費者嗎? 好 那這是我們要問的 那舉個例子好了 舉個例子 譬如說2012年8月 我們開放了有20項 那成衣就是女用跟童用的 大陸的生產的到台灣來 好 那我們來看看當時是為誰而開放 為了大陸的產業嗎? 或者這裡面還有所謂的跨國企業 好 那當時台灣地區的可恩迪公司 他向我們的工業局、好國貿局 來要求開放大陸的成衣來進入台灣 那事實上這家跨國的成衣的貿易商 他是承接美國的品牌 然後再下單給台灣、大陸、越南這些工廠 來製造成衣 那這20項房子產品 他是嚴重威脅了台灣1000多家 你知道台灣的房子業 但是在當時 台灣織襪工會的一個強烈的反對 所以才沒有開放男用的這些織襪的產品 而只開放女用跟童用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ECFA開放市場 他會造成受賄者跟受害者 那是同時的 而且他是形塑我們的產業跟社會利益的重分配 然後各行各業都很高度關心說 自己的利益、工作權、社會權 是否會得到合理的一個保障 那有的產業會因為兩岸更多的整合獲利 那譬如說農藝產品、物流、服務業 都是拓展兩岸的市場 像7-11A就到大陸拓展 哇 這麼廣大的一個市場而可以獲利的 那但是呢 他造成台灣的經濟更加的依賴中國大陸 尤其是我們的出口 那而且你知道現在台灣的生產 非常多移往中國大陸 或者是企業在台灣接單 然後在大陸生產 所以很多生產已經不在台灣 所以造成我們很多勞工的失業的 那我們談過的英國、紐西蘭、墨西哥 還有包括南韓、智利 那當時他們的開放市場 都造成各種的正負面的影響 尤其負面的影響 他對於社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那這些深遠的影響 那尤其很多負面的影響 我們談過的 譬如說雜貨店這種各國的雜貨店 他敵不過跨國的連鎖店的競爭和觀點 或者是說農業生產 因為跨國大量的跨國農產品的輸入而受害 或者是說宗教企業 因為跨國企業的入侵 生意是一落千丈 或者人民的消費習慣的改變 消費文化的改變 就像麥當勞 那現在問問同學在你每天三餐的飲食裡面 你吃很多的麵粉類的嗎? 還是麵食類的嗎? 然後當然有些同學會說 我還是最喜歡肉肉飯 滷肉飯 那還是我的最愛 但是你可以看看你的三餐裡面 你會加入了很多這些譬如說 包括麥當勞、披薩或者各式各樣的 好 這是消費習慣 消費文化的改變 好 然後社會鄰居率的下降 工作版圖的從者 還有社會排除很多失業貧窮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說 ECFA開放市場之後 他會創造很多新的就業機會 但同時他也會造成更多的工作的機會 是永遠走入歷史 那根據ECFA官方的網站的估計 譬如2014年 我們整體的經濟效益可以在GDP成長 那可以增加1.65%到1.72% 然後就業可以成長2.5%到2.6% 就是差不多25、26萬人左右 好 這是當時的估計 那 而且我們看到這樣子就業市場的一個重組 那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開放 事實上他影響台灣的產業跟就業 那當時的估計至少有15萬人 包括我們的石化產品有3萬人 那包括我們的自行車有2萬人 那台灣最有名的自行車是 傑安特 對不對 他是出雲到國外去的 你知道環化自行車賽 傑安特就提供傑安特的腳踏車 這些自行車給這些比賽的選手 像德國車隊 用我們的腳踏車 我們的自行車 那傑安特的 那傑安特在大陸山上 他周圍有非常多的衛星工廠 有生產像輪胎或鋼圈 各式各樣的 有2、30家在那邊 這是我們的自行車產業 但是你知道台灣對中國大陸開放 那你知道大陸有非常多的自行車 也一樣外銷到台灣來 但是都是比較低階的 但是比較低階又跟台灣形成競爭 因為他可以用更平靡的價格在台灣買 那你知道大陸的 超過10年前大陸的工資是 不到台灣的1.10 可是現在大陸的工資是台灣的 也只有1.4 勞工階層的工資 所以事實上他對於台灣的自行車業 也造成很大的衝擊 那也逼迫台灣的自行車業 必須要走向什麼 更高階 然後甚至我們現在 還有很多手工打造 那特別設計的自行車 你知道我們在大陸山上的 Gianta的自行車 他是跟義大利的廠商 然後做很多技術合作 然後你知道義大利 他們很流行做什麼 手工打造的自行車 那這是很特別的 這是涉及的自行車 那所以這也是迫使台灣的自行車 是必須更怎麼樣 產業的升級 那你知道自行車 現在像捷安特生產出來的自行車 他的價格可以跟小轎車是一樣價格的 好 非常高級的 那還有我們的紡織產品 那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還有我們的機械 還有我們的輪胎等等的 當時經濟部估計了 尤其EPFA 那衝擊台灣的十大產業跟就業 尤其是像這些所謂的高度敏感的產業 這些是在大陸 可以用很低的價格 生產 然後銷售的 他影響台灣的企業 1700家 4萬人 然後還有一般敏感產業 像這些成衣 家電等等的 也一樣有10萬人 好 那而且台灣開放 大陸金融機構到台灣設立 分治機構 那雖然台灣會有新的就業機會 但也可能威脅台灣金融產業 還有我們勞工的一個就業的 好 那而且事實上是否開放大陸人士到台灣就業 譬如說大陸的餘工 我們是不是要開放 還有這些專技人員 是不是可以開放到台灣來 事實上政府都可以透過談判 來加以把關的 然後我們來看說 產業受損跟勞工轉業的這種社會成本 那台灣的就業市場 尤其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我們把它稱為金融海銷 那當時的失業率已經是非常高 是亞洲四小龍最高的 當時失業率是超過5%的 那雖然這幾年我們看到有稍微復甦 但是仍然就業市場非常的嚴峻 而且就業企業的聘僱非常保守 不隨便聘僱新的 或者只用聘僱非典型就業 所以形成所謂的失業型復甦 那我們談過歐陸有這樣子的問題 台灣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要來談論說 當兩岸開放市場成為必要之二 如果是一個necessary evil的話 那政府必須要提出什麼補救的措施 包括受損企業的補償 包括失業勞工的轉業、再就業 還有各種的短期經濟安全 譬如說給他們失業津貼等等的 然後怎麼樣平衡經濟跟社會 那當時經濟部有制定了 一個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的支援方案 那當時有提出了一個十年期的 協助產業跟勞工 那但是勞動部2011年也設立了一個 提供勞工的就業安定跟轉業的 再就業的一個協助 但是我們實際看到 實際的受惠者提出申請的都是企業 那因為勞工申請非常嚴格 而且我們產業外移的失業者 是被排除在這樣子的一個補助之外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受影響的產業跟勞工的申請 是必須在一起的 他必須共同跟我們的勞動部 或經濟部來提出這種救濟的方案 那共同申請 然後共同接受救濟 而不是只是企業受惠的 好 那當時經濟部有一個貿易調查委員會 他有接受工會或者團體 來申請這些貿易的救濟 那經濟部也有這樣子的一個支援方案 然後來擴大適用說 因為台灣跟其他國家來簽FTA 而受到影響的產業跟勞工 那除了政府的部門我們認為說 那台灣的市民社會 尤其我們的第三部門 那這些非營利組織 那也可以動用相關的資源來幫助勞工 好 那當時我們來看看歐盟 在2005 那我們剛剛說2004歐盟東擴 那他們在2005就成立了一個全球化調整基金 那當時從15國到25國的東擴 那你知道當時很多歐洲的企業 他會外移到這些東歐國家 那產業外移到東歐而設立了各種基金 然後幫助這些東擴跟全球化受害的 產業、企業跟勞工 那台灣應該參考歐盟 這樣子一個全球化基金的運作 然後讓我們的產業跟勞工 都能夠得到補償跟救濟的 那我們認為說台灣在開放市場 我們要解決我們的經濟的競爭力 但是同樣的社會公平、就業、社會分配的問題 這些都還是必須要同樣來面對的 然後尤其在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消費跟生活品質的方面 因為開放市場 你知道非常多貨品或各種的服務的進入台灣 那尤其在兩岸方面 我們看到說如果劣質的貨品、服務 他會影響到我們整個消費的品質 然後而且非常重要的 政府必須嚴格的把關這些 而且當年譬如我們中美經貿智商談判 那當時在美國外銷到台灣的產品 包括蘋果這些內臟、雜碎、還有火雞肉 當時在台灣是踢到鐵板的 因為台灣人吃的火雞肉的方式 跟美國人很不一樣 你知道美國人怎麼樣來吃火雞肉 烤整隻、打隻的 對 而且是打隻表示你要有很大的烤箱 台灣人家庭是沒有這樣子的烤箱的 而且你知道要烤火雞肉 也不是那麼容易烤 不像烤雞一樣 台灣會烤雞烤鴨 但是烤火雞肉可很不一樣 因為他很大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除了大型的烤箱之外呢 還有傳導的物質 在美國的超市 你可以看到這麼長的釘子 這種鐵釘不是讓你來釘牆壁的 這種長的鐵釘是讓你們像烤火雞 他必須熱的傳導 同學還知道 不容易 譬如在你知道美國人很喜歡吃這麼大的馬鈴薯 烤好的馬鈴薯 臉皮 然後中間切開加奶油 然後挖著吃 對不對 這這麼大的馬鈴薯 你怎麼把它烤熟 就這樣放進烤箱嗎 不常 外面烤焦了 裡面是生的 同樣的你需要什麼 需要那根鐵釘 你要弄幾個鐵釘進去 這是熱傳導 然後裡面才會熟 那可是當時火雞肉外銷到台灣來 全部是踢到鐵板的 在超市 躺在那兒 貨架上 然後生菇 生梅 台語叫生菇 長梅了 然後沒有人買 因為跟我們的消費習慣很不一樣 那我們最近來看看 講歐盟 他全面檢驗這些大陸來銷歐盟的 很多的低價的設計不良的產品 所以這是我們的消費 然後我們的生活品質 那台灣把最上等的農產品 銷售到大陸 甚至日本 韓國 當然每個國家都是這樣子做 但是他會造成我們本地的價格上漲 消費品質的下降 譬如日本 他現在跟台灣非常多的農民來做器作 打契約 譬如生產胡蘿蔔 台灣生產的胡蘿蔔 農民跟他打契約 然後就全部收成了 全部外銷到日本 還有我們的毛豆 那也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毛豆有時候就是 在市場上你看不到或者價格非常貴 然後他說沒貨 然後這些農產品 我們的胡蘿蔔 我們的毛豆 在日本的超市賣得非常好 日本消費者超愛台灣的農產品的 好 那品質非常好 那所以這是造成我們本地 農產品的價格上漲 消費品質的下降 好 我們真的要為國外的市場 來消費我們本地的消費者嗎 好 所以台灣要怎麼樣 來護衛自己的社會 那我建議這裡面必須 我們每年的中小企業白題書 必須要針對這些中小企業 他們到底受到ECFA什麼樣子的影響 來看看 那深入調查的 那農委會也來看說農民怎麼樣受到ECFA的影響 然後工商界目前有建議說 要怎麼樣輔導產業的轉型 還有我們人力資源 好 然後產業供應鏈等等的 要重新來建立起來 還有中韓中日來簽訂FTA之後呢 那事實上他也會威脅台灣的石化鋼鐵 汽車產業 電子零組件等等的 好 那 那所以台灣要怎麼樣來做自己的經濟發財 我們的社會自由 自由民主是什麼呢 那這是我們來提到說1998年 諾貝爾金融學獎得主 沈恩 瑪迪亞森 他提出說發展及自由 那發展是自由的增進 是來促進自由的 那發展的概念必須超越 只是財富的積累 GDP跟技術進步 這樣子的一個經濟的變數 好 然後發展必須來更加關注 這些生活品質跟自由民主的提升 然後譬如就業的自由 而不是發展而造成你的失業了 好 那 所以瑪迪亞森他認為說 發展是經濟發展 再加上社會機會的擴張 再加上自由的民主 但是ECFA 我們在創造產業跟就業機會的同時 也造成一些人失去了他的工作 失去了他生活的自由 在整個全球市場的整合 跟各國怎麼樣保有自己的發展的特色的時候 那你要做什麼樣子的選擇呢? 我們跟同學們來談一個法國農夫的故事 那到底法國是要全球化或者是在地化呢? 那要麥當勞或者法國的美食呢? 那整個社會機會跟民主自由的增減的問題 那這個法國農夫的故事是 這是一位法國的農夫 他領導的反麥當勞反全球化的 這樣子一個開放市場的運動 然後你知道法國一向是很自豪他的美食 起士 他的葡萄酒 他的牛排 他怎麼能夠忍受麥當勞的素食呢? 然後所以這位農夫呢 他在法國鄉間有一間麥當勞 新開的麥當勞店把他的招牌一塊一塊拆下來 那當然他被起訴了 好 那最後要入獄 那你知道當他這位法國農夫入獄的時候 是這些法國農民拿著鍋外瓢盆 很熱鬧的送他入獄 好 那法國從這個世紀開始 本世紀初 那有非常多的農產品葡萄酒的開放 還有投資機會 那法國的乳酪 他敵不過在德國工廠生產的乳酪 然後法國葡萄酒也敵不過 美國在法國投資設廠生產的葡萄酒 好 那但是法國農夫他說生產葡萄酒 他說是我們的藝術 也是我們的生活 他說我們是跟葡萄樹講話的 然後我們釀造葡萄酒是要用腳踩葡萄酒 腳踩葡萄才算數 而且是要古法釀造 而且要在地窖裡面 然後要放好多年才算數的東西 好 那要不是這樣子機器生產 工廠生產出來的東西就是 所以這是法國農夫的反全球化 反開放時常 他們的落農 他們的這些葡萄酒生產的 生產葡萄的農民等等的 他們的抗爭 那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我們要的是比較公平永續的一個社會發展 那財富比較公平的分配 因為社會才可能有永續的社會文化 而不是只有少數人的機會跟自由而已 那但是全球開放市場 無法帶來公平永續的一個社會發展 因為自由市場 他只能解決某些產業跟部門的成長 但是不能解決分配的問題 好 然後開放市場具有不公平的避落效果 那這些捐低效果是很不公平的 資源分配不均 而且他造成世界各國貧富差距的惡化 那這開放市場我們談過 不只是貨品的市場 還有包括資本市場 這是後面我們要跟同學們談到的 他更是造成貧富懸殊的問題 還有勞動市場 好 那所以我們認為只有巴西 在開放市場之後 在本世紀初那當時盧拉政府執政 那當時是貧富差距縮小的 是個很不容易的 在他執政的八年之內 他不斷地開放市場 但是要服役社會政策 他的Bots of Familia 這是非常世界有名的政策 他是用家庭津貼的政策 來結合人民的教育跟健康的政策 而且非常成功地讓2000萬的下層階級 晉升為中層階級 而且50%貧窮人口脫貧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可以達到經濟成長 預算平衡 然後還有充分就業 所以表示開放市場 是必須服役各種的社會政策 加以配合的 而且全球我們知道全球開放市場 他更加助長了跨國企業 或者是大型企業來掌控全球經濟 而且他會更有利於大國來強壓小國 好 那舉個例子好了 像我們外銷到中國大陸 在ECFA之下的外銷的死斑魚 有永續發展 我們再看看 那像最近農委會的統計發現說 我們外銷中國的死斑魚數量大減 而且價格也是大幅的滑落 那不到之前的一半 甚至於三分之一 好 那當時台灣有很多養殖業者 是前往中國去養殖 造成我們養殖技術的外流 而且中國養殖業者 他也高興來聘請台灣的退休的技術人員 來傳授這些養殖的技術 所以現在你知道中國大陸 自己養了死斑魚 不再需要台灣的死斑魚 好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看到說 開放市場並不是完全能夠解決所有問題 也不見得是帶來社會經濟的一個永續 那我們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也要加以探討說 那這樣子自由開放的自由貿易 是所謂的公平貿易嗎 能夠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咖啡 那談到咖啡同學說 那喝咖啡就好了 老師別再跟我談論什麼政治學吧 但是咖啡的政治學 這是同學一定要了解的 那當然談到這個同學也可以猜到 我想談的是Starbucks 那Starbucks跟義大利的 傳統的咖啡店的問題 你知道Starbucks他現在在台灣 那不要說在台灣在台大前前後後 就至少開了三家了 那Starbucks他的非常的獲利 他現在是平均每天 在世界開一家新店每天 又展開展店 那我們來看看 他跟傳統義大利的咖啡店 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然後還什麼是咖啡政治學呢 那在很多年前呢 非營利組織他幫這些咖啡農講話 寫信給Starbucks的總裁Shields 然後來要求說 那你可以用比較高的價格 來收購咖啡豆嗎 所以最後他們的總裁說 好 我用雙倍的價格 當時雙倍價格是1公斤2.77美元 來收購咖啡豆的 那咖啡農得到比較好的收入 但是他得到的好處是什麼 讓他有能力送小孩去上小學 本來小孩是沒機會去上小學的 但是Starbucks 我們知道他一個月只有一天 用這種所謂的公平貿易保證的咖啡豆 你可以在Starbucks的店裡面 也可以買到這樣子一包一包的 他上面寫的Failtrade Certified Coffee Bean 那保證是公平貿易的 因為我用雙倍的價格 去跟農民來買這些咖啡豆的 那我們要問Starbucks為什麼不多用幾天呢? Starbucks說公平貿易保證咖啡豆的品質不夠好 而且我用雙倍的價格去採購的 我的利潤比較低 那但是Starbucks還是這麼做 為了他的企業形象 而且他認為說我進到了什麼 我企業的社會責任 Coprop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但是一個月做一天有點違得不足 所以我們看到如果從比較利益 經營學家一直告訴你是比較利益的觀點 然後世界各國你為了國際市場 你要具有競爭力 你要生產你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 然後但是你可以看到 各國為了這樣子一個自由貿易 為了比較利益 但是他並不是政治社會的永續的發展 因為生產常常都是只是為了國外的市場 然後不必然是為了本土市場而生產 而且如果從比較利益的觀點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碳足跡是什麼 每個國家要生產具有比較利益的東西 然後把它行銷到全世界 所以表示非常多的貨品 你是繞過半個地球才到你那裡的 你才生產的 才消費 不是 才消費的 好 那所以在台灣我們要來看看說 怎樣是一個比較公平 永續的一個社會發展 好 那但是台灣不管藍綠 都主張要開放市場 好 那這是台灣生存唯一之路 然後藍綠不同只在於 他對中國的態度是不一樣而已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護衛自己的社會 那當我們的開放市場 是必須要服役這種社會政策 那要注重我們自己的社會發展 人民的社會權利 那怎麼樣縮小貧富差距 維持生活品質 我想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而且企業我們認為 也要盡到社會責任 那不是以獲利作為他唯一的一個目的的 那未來台灣會簽更多的FTA 那還有我們的ECA 還有TIFA 那跟世界各國簽的名稱不一樣 那甚至TPP 這跨太平洋的夥伴協議 好 ECFA的簽署的10年之後 也許我們很不愧很懷念台灣選三星抽 還有我們原來的工作機會 我們跟原來希望說2010簽訂ECFA 有助於2018全球進入危機之後 我們怎樣從政我們的經濟 怎樣來增加我們的酒業 可是呢 那簽ECFA之後 事實上從2011開始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開始經濟趨緩 尤其在去年 更是經濟成長率 腰戰 從最高的13%的經濟成長率 到現在可能超六、七左右 那還有整個全球經濟 你可以看到因為大陸需求的減少 所以全球的大宗物資的貿易 包括煤、鐵、還有這些甚至銅等 那這些的需求都大量減少 所以在去年你可以看到是 這些大宗物質的價格是出現崩跌的狀況 這就影響了非常多的國家 靠這些東西出口的 包括澳洲、包括麻西 那還有世界各國的出口 台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的出口從去年2月開始 連著一年多都是呈現衰退的狀況 而且這裡面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跟大陸有緊密的經濟的產業的關係 那台灣、韓國都受創很深 好 那我們的出口到最近這一、兩個月才有稍微改善 好 所以讓同學們來想想看 台灣到底要走什麼樣子的路呢 好 好 我們的出口 好 好 好 有